各位同学,我们今天继续评估自己的文章 题目是这个 上次大家已经分析了文章的论点 现在来讲一下本文的主旨 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在立意阶段 为本文所定下的主旨 本文论述人必须有梦想 梦想不是不切实际的 它是人努力改善自己及社会的动力 使人生变得更有意义 大家认为我们的文章达不达到这个主旨呢 我们的文章大致是达到了这个主题 我们可以举文章的结论为正 梦想看似虚无缥缈,不切实际 其实象征人类渴求幸福的心愿 有你梦想,未来才有目标 人生才有意义 生活才不会沉满佛味如一溝死水 有谁愿意做僵死的咸语 为你不辜负人生 愚群应该一起远游 尋找大海深处的秘密 可见结论的意思 和最初所定的主旨 没有太大的分别 也是这么说 我们大体依着最初的构思 来到下笔写作 并完成整篇文章 一般来说 我们写作文章 应该尽量依构思进行 在写作的过程里面 小改动是难免的 甚至是必须 但如果改动太多 就会显示构思不够精密 浪费了宝贵的时间 我们来评估本文的作法 写作议论文 要令读者信服 要注意论证的方法 本文是用了哪些论证方法 第一是用了举例类证 例如 孔子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就常常梦见周公 他想学周公一样 为春秋乱世 定下自觉的正点 攀求撥乱反正 使生文受惠 试想上 如果孔子没有梦想 就会失去了 对他追求的热成和动力 他会成为千秋万世 所景仰的圣人吗 这段引用了孔子梦见周公的示例 证明梦想可以给人做事的热成和动力 由于孔子是中国的圣人 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 我们举出他为梦想奋斗的示例 有助加强说服力 有例如 马丁路德金被刺杀后 他的雕像最终耸立于华盛顿港场 永造成人们的民权领袖 精神导师 试问有谁会说出他们付出的心血是白费的呢 我们举出了西方的示例 马丁路德金被刺杀后 人们为他在华盛顿港场树立雕像 证明梦想可以感召后人 令到一代一代的人 为了实现他的梦想而努力 我们借这些示例 反驳一些人认为梦想是虚幻不实的 会令人枉费时间的错误观点 马丁路德金是举世文明的人权斗士 他的行为感动了无数人的心灵 所以引用了这个示例 也可以令文章加强说服力 第二我们用了论证 例如 这两段的文字 分别引用了马丁路德金 《我有一个梦》和《孔子》 甚以《不需要》 《久以不浮梦见周公》的说话 其中都提到梦 有座证明梦想是有意义的 有例如 《朱角梁》的这一段 我们引用了《朱角梁》出诗表的文句 证明他有远大的梦想 并且为了实现梦想而付出了生命 下文的这一段 我们引用了《施圣道府》的诗句 证明《朱角梁》追求梦想的精神 可以感召后人 激励他们追寻梦想而努力 《朱角梁》和《道府》分别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和施圣 我们引用他们的说话作为论句 可以令论证更加有力 我们还用了什么论证方法 用了什么修词呢 我们留下一次再讲 我们来评估本文的作法 写作议论文要令论者信服 要注意论证的方法 本文是用了哪些论证方法呢 第一是用了举例类证 例如 孔子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就常常梦见周公 他想学周公一样 为春秋乱世定下自觉的正典 攀求撥乱反正使生文受惠 试想上 如果孔子没有梦想 就会失去了对他追求的热成和动力 他会成为千秋万世所景仰的圣人吗 这段引用了孔子梦见周公的示例 证明梦想可以给人做事的热成和动力 由于孔子是中国的圣人 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 我们举出他为梦想奋斗的示例 有助加强说服力 例如 马丁路德金被刺杀后 他的雕像最终聪立于华盛顿港场 永造成人们的民权领袖 精神导师 试问有谁会说出他们付出的心血是白费的呢 我们举出了西方的示例 马丁路德金被刺杀之后 人们为他在华盛顿港场树立雕像 证明梦想可以感召后人 令到一代一代的人 为了实现他的梦想而努力 我们借这些示例 反驳一些人认为梦想是虚幻不实的 会令人枉费时间的错误观点 马丁路德金是举世文明的人权斗士 他的行为感动了无数人的心灵 所以引用了这个示例 亦都可以令文章加强说服力 第二 我们用了论证 例如 这两段的文字 分别引用了马丁路德金 我有一个梦 和孔子 甚以不须也 久以不浮梦见周公的说话 其中都提到梦 有助证明梦想是有意义的 有例如 诸葛亮的这一段 我们引用了诸葛亮出诗表的文句 证明他有远大的梦想 并且为了实现梦想而付出了生命 下文的这一段 我们引用了诗圣道府的诗句 证明诸葛亮追求梦想的精神 可以感召后人 激励他们追寻梦想而努力 诸葛亮和道府分别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和诗圣 我们引用他们的说话作为论句 可以令到论证更加有力 我们还用了什么论证方法 用了什么修词呢 我们留下一次再讲 那我们根据这个题目 试试答这个问题 这里是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 学生应该自己评论自己的文章 但你也可以根据这个评分标准 看看自己有多少分 匠若茶巴 Phill 상황 所以我维其评论的体 vraag 那个语言 是 Mayork judge理自己的一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